歡迎收看理財選擇題 我是阿澤 最近有很多的公司 在陸續公布完今年要發放多少鼓勵過後 沒想到今年這些公司竟然在同一時間 宣布要進行減資的動作 這也造成了這些公司的股價 出現了急跌的一個走勢 那麼究竟減資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而投資人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去DJ這些急跌的股票嗎? 今天就讓我用幾分鐘的時間來幫各位好好介紹 今天台北股市可以說是進入了一個大減資時代 有很多的公司在宣布完了 他們要發放多少鼓勵過後 竟然在同一時間 宣布了他們要進行減資的一個消息 包括像是國具啊 美容店啊 甚至是長榮 反正一大堆這些公司說都說不完 而這也造成這些公司的股價 大多都出現了一個急跌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這個時候 我想除了有滿手股票 以及想要抛售股票的投資人以外 有很多空手的投資人在想 這些股票在這個時候跌了下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逢低進場去做佈局的動作呢? 那麼在正式探討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我們必須先來了解一下 減資它到底是什麼 其實減資主要分為三種 分別是現金減資 虧損減資以及庫長股減資 而這三種減資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並且目的也是完全的不同 那麼今天這集節目 我將會針對現金減資以及虧損減資 進行一個深度的探討 因為這兩種減資的方式 對於投資人而言 影響是比較大的 那麼至於庫長股減資呢 有機會我會再拍一支影片 來幫各位做介紹 那麼首先我們就先來探討一下 什麼叫做現金減資好了 畢竟最近包含像是國具啊 以及長榮都要辦理現金減資嘛 那麼到底什麼叫做現金減資勒? 其實現金減資的目的 就是因為公司手頭上握有過多用不到的現金 就可以透過現金減資的方式 來將股本退還給股東 從而達到縮減股本的效果 而縮減股本的同時 只要企業淨收入變的情況之下 分母變小了 EPS也就會跟著被推高 除此之外現金減資還能讓股東來避稅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所領到的每一筆的現金鼓勵 都必須合併到個人的所得稅當中一起來計稅 所以這對於持股很多的大股東而言 這筆稅金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也因此有很多的公司 會透過現金減資的方式 來把錢退還給股東 不過話又說回來 什麼叫做公司為有太多用不到的現金呢? 好比說像長榮嘛 長榮為什麼要辦理現金減資? 就是因為長榮去年賺了太多太多的錢啦 我賺了這麼多的錢 但是我又用不到那麼多的錢 來進行大規模的投資 包含像是造星船啊 又或者是說聘你新的船工等等 那我公司多出來那麼多的現金 如果要配發給股東 大股東就會被課上很多的稅 所以我只好透過現金減資的方式 來把錢退還給股東 除此之外在現金減資完過後 我的股本變小了嘛 如果我的收入不變的情況之下 我的獲利是不是不變 我的分母變小了 我的EPS是不是跟著被提高了呢 當然聽到這裡 我想有些聰明的投資人會想問 誒現金減資是不是就代表著 公司不太看好自家的產業了呢 不然為什麼長榮不繼續造星船 不繼續聘請星船工呢 其實也不能這麼說啦 這部分我們還是必須回歸到產業面 來進行研究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長榮有沒有造星船 有啦 長榮竟然有19艘星船要下水 除此之外長榮有沒有要聘請星員工 也有啦 誒一次開了這麼多的職業出來 所以說現金減資 其實並不代表公司不看好自家的產業 也不代表公司沒有在投資自家的本業上面 我們只能說透過現金減資的辦理 我們可以了解到 這家公司真的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同時也握有了很多的現金 那麼現金減資介紹完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虧損減資的部分 虧損減資我們從字面上來看 其實大家應該就能略知一二了 其實虧損減資的目的 就是透過投資人手中的股本來進行還債 又或者是說有些公司 為了避免自家的公司股票 每股進值低於5元 而被打入全額交割 透過虧損減資的方式來縮減股本 借此來美化每股進值 聽起來虧損減資好像很不好對吧 誒 拿投資人的錢來還債 感覺是一間很爛的公司才做出來的一個行為 但其實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 虧損減資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那這位又怎麼說呢 我們一樣直接舉例來做說明 台灣的太陽能產業當中的龍頭 也就是聯合再生 在去年也完成了減資過後 股價似乎也出現了一些的拉抬 而過去台灣的太陽能產業 也常被台灣的股民戲稱是 政府所扶持的十大產業之一 過去大多的太陽能產業的業者 都是在賠錢的情況之下 持續的運營著 但是在這兩年 綠能產業終於受到了全世界的一個重視 包含像是美國政府政策面的一個推廣 又或者是台灣政府政策面的利多 許多太陽能業者終於苦盡甘來 包含像是聯合再生也是一樣啊 但是除了本業出現轉機以外 如果公司整體的財務結構 沒有辦法跟著來做調整 我想投證也很難了解到 其實這是一間很好的公司 所以聯合再生在去年 就透過虧損減資的方式 一次性的來彌補過去的虧損 並且把虧錢的部位 在去年就進行了一個任列 同時我想聯合再生的董事長 也是希望能夠透過虧損減資的方式 來縮減股本 等到本業在今年真的開始獲利了 我股本變小了 我就有更加美化的一個EPS 可以來刺激股價嘛 同時又有油虧轉移的一個題材 所以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 虧損減資其實並不完全是壞事 所以聽到這裡 我想很多投資人 應該都能夠了解到 其實減資只是一家公司 要來調整財務結構的一種方式而已 跟股價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只要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夠為強勁 不管你是要現金減資 還是要虧損減資啦 其實大家都不用的過度擔心 不過其實也還是有一些公司 是真的專門要來坑殺散戶 專門要來坑殺投資人的 這邊我就不多做舉例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回歸節目主軸 長榮以及國具 在宣布完要來減資過後 股價出現了奇跌的一個走勢 我們到底能不能逢低進場 去做佈局的動作呢 聽完我剛才的解釋 我想大家應該都能夠了解到 其實到底能不能買進 我們還是要依靠產業面 來進行一個判斷的依據 所以我們就先從長榮開始說起吧 其實我們剛才在舉例的時候 就有稍微帶到長榮的一些產業面了啦 不然像是今年長榮有新船要下水啊 甚至是持續的要來招聘新員工等等 這其實都一定程度上意味著 長榮在今明兩年 應該都還是很賺錢的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美氣搶倉簽高價貨櫃長約 新聞內容各位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 這則新聞的重點就在於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公司 跟船運公司簽訂長期合約了 也就表示貨櫃航運業的獲利 在未來一兩年不會大幅度的衰退 假設長榮今年甚至是明年 都還能賺個二三十塊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去估算一下 未來一兩年長榮的進食會來到多少 所以說長榮的股價在短線上 難道真的只值這個價錢嗎 甚至是長榮還有股權爭奪的一個題材 所以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 長榮的股價在短線上確實是被低估的 那麼在介紹完長榮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國劇的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國劇的股價走勢 其實國劇這一兩年幾乎是沒有什麼表現的 從去年年初到現在 股價幾乎呈現一個大區間的震盪 同時融資的餘額水位也持續的在下降 除此之外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這一波國劇因為減資以及股力發放的狀況不如預期 引來市場的一個賣壓 但是其實回檔的幅度感覺也不算太深 國劇在3月17號公佈要來減資過後 股價回檔也不到10%而已 一家去年賺46塊多的公司 竟然在今年只打算拿10塊錢出來配發給股東 同時要要辦理現金減資 老實說我一開始覺得這個消息真的是爛透了 我覺得這家公司的股價應該繼續往下殺才對 換個角度來想 感覺國劇的股價好像也殺不太下去了 這就叫做什麼 跌無可跌了嗎 一家去年賺了46塊多的公司 現在的股價不過420 430而已 本益比竟然不到10倍 這也就算了 下檔出現了本益比的一個支撐 除此之外如果各位在市場待的夠久 應該都能夠了解到 陳泰銘是一位多麼不簡單的董事長 我想今年只打算配10塊錢現金鼓勵這件事情 應該也是經過他深思熟慮之後 所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搞不好他就是希望國劇的股價能夠再跌一點 他才有更便宜的股價可以買回市價的股票嗎 先說明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 沒有任何的依據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來參考一下這份報告的內容 各位不要忘記 國劇起碼還是全球被動元件的龍頭 目前不管是晶片電阻還是彈值電容的市占率 都是世界第一 除此之外這篇報告還告訴你 國劇在缺料問題逐步緩解過後 在第二季能夠回復成長的動能 同時接下來也即將要步入被動元件的傳統旺季 所以我認為目前不管是就本益比的角度 還是用融資水位也就是籌碼面的部分 甚至是產業面的一個角度 都告訴你 國劇的股價已經來到了一個超跌的階段 至於我們到底該不該投資國劇 到底該不該投資長榮這兩家公司 就請各位依據本期的內容來自己判斷 我只是提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以及想法來給各位做參考 那在節目的最後我也要提醒投資人 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控制好風險 該停利就停利 該停損就停損 千萬不要凹單 以上就提供給各位來做參考囉 那麼觀眾朋友們 如果對於本期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對於我的看法有其他的意見 也都歡迎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對我的情資來做恢復 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幫我的頻道訂閱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集再見 按讚